喂 喂 对 请问你哪里找 你是不是接过陌生电话 被推销产品或是像这种 喂 喂 电话接通完全没声音 这可要小心了 恐怕是有人要趁机窃取你的声音 可以立刻AI复制跟你一模一样 先听一下 我刚才克隆了杨幂的声音 太可怕了 现在任何人都可以克隆 任何人的声音 别以为不可能 扎逼集团利用AI软体 通过打骚扰电话复制声音 再拿去诈骗亲友 过程可能只需要短短五秒钟 诈骗犯只需要多给你 打几个骚扰电话 他们就可以生成你的专属语音包 连足球巨星C罗都开口说中文 中英文转换 这也是AI变造结果 AI还原音色语调连换器 都能学几乎真假难辨 尤其是唱一些醉词 一些那种硬调 那其实很容易学的 大概七八句十句 大概就可以学起 只要骚扰电话防不慎防 避免声音变诈骗集团搜集 陌生来电别接 奇怪问卷别做 接通电话先别说话 但可以完全预防吗 比如说如果一些陌生电话 可能就不跟他 不跟他多讲 直接把他挂掉 真的听起来很像的 那可能要再次确认 AI科技每天都在进步 短短五秒骚扰电话 就可能偷走声音去诈骗 让人防不慎防 最保险的就是 再打电话确认 以免下个受害的就是你 记得约终于王淑宏 高雄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 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